四五年前,最让我心烦的就是皮肤,特别是剃字吃脑门家鼻子大量出油,说起来,没有谁的皮肤生来注定就是油腻腻,人体本有一套自我调节修复的机制,当时皮肤处于水油平衡的理想状态中,但由于气候环境,生活习惯,体质等原因,这个机制的顺畅运行受到了影响。 很多人的皮肤状态,多少会和标准有所偏离,皮肤油腻,反应赞负问题,是其外应,以至其内折,当以关外乎者于外折,是以至其内,概有助内折,必行诸外,明书本葬,正如古人所言。 我们可以知道,皮肤油腻这种表现在外的问题,室内的赞负健康状况的一个如实反应,这个并不以你的意志为反应,翻阅大量中医资料。 多数观点都侧重认为,皮肤油腻,是湿蟹融色,外透于肌表所导致的,皆属于皮,皮为太阴湿土之脏,洗脑恶湿,不如林郑指南医阿所说,太阴湿土,得阳食欲。 由于在饮食体质方面不良的习惯,致使皮蕊化水势的功能失常,大量类质于体内,视为阴邪,其性质重遮粘质,哭了巴唧的,表现在皮肤上,就是有粘密的分泌物了。 由于食邪的特点,它对人体的影响,还包括组织体积和损伤阳气两个方面,气机受阻,也就无法顺畅地将氢气阴维旋束束部的肌肤。 相反,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烧带一些配物,所以在皮肤表现出来的不是清爽滋润,而是味着油腻,阳气受损,皮的韵化功能,就缺乏了支撑的原动力,进而导致了食邪的大量拥积,透明体表,就会使人皮肤不甘爽。 另外,由于情绪,饮食,作息失常,导致的肝胆直火内郁,也是皮肤有你一个不可顾示的因素。 敲黑板,总结一下,油性皮肤的人,脊脂肠剑谈湿,内热或者阳虚,皮肤的油,大多是做出来的。 以下生活细节,都值得拿出来让大家评判,从不抗拒冰的饮料,一口气能喝大清雪糕,随手一根几乎不喝烟水,早起也是一大杯两百开拿水果当饭吃。 经常熬烟就玩起抽烟,吃啤酒吃饭,口味偏重辛辣,油腻,口味重常吃烧烤,火锅等宵夜系列不认真前脚坐腰,后脚问题就上瘾,想必大家也有过相同体会。 如果你平时饮食口味重,对于煎烤烹炸,零食甜点偏好的话,皮肤多半不会干爽乱泽,晚桌吃得太晚太饱太丰盛,或者到了睡觉点数,依然无吃海灾,进甜些烧烤,火锅等的火热质性的食物,第二天,醒来脸上经常是有呼呼的,主动或者被迫熬眼,到了该起床的点数,夜间呼呼大睡,冒油的情况, 可能比正常坐骑的时候更加严重,另外就是在饮食上的种种疏忽或者误区了,大家看上面的生活习惯想必也知道,潘食生冷寒凉,在喝水这个小问题上带露很大的跟头,生冷寒凉食物对皮的伤害,在这里不做赘述了,对于过度一信一天包杯水,想给皮肤补水的同学,想告诉你们,这是一种过于想当然的做法, 喝到肚子里的水,是要经过微的受难温序,向肠化解水分子炼,强光的储存系化中腾等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,才能变为经验滋润皮肤,盲目补水,要么在身体里走个过长,要么就滞留在体内,变成食鞋或害皮肠,喝的多,要的也多,皮肤可能越来越赶, 即使你通过大量补水,自认为,达到了想要的那种状态,也多半属于水种,而不是水润,终于如何控油,或摆脱皮肤极度油泥的状态,前后就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吧,回想起来,似乎也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,并没有过于熬心肺神, 首先,这里的控油,并不是一味的涂涂抹抹擦擦,只做些表面文章,分护肤品就被指,预期要喷脂费,不如补底冲心,改善容易出油的体质,才是更为关键的事,一般的套路,都会在这个节点上,告诉大家吃什么,涂什么,但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,当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时,首先,应当内求与己, 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,心态是否为症状的出现,创造了赖以生长的土壤,很多时候,我们表现出来的是,不足,缺乏失常,恰恰是因为给自己的身体或精神施加了太多本不需要的东西,使自己总是处于一种满在的状态,从而体现出的一种消化不良,难尽其用的病态,比如脾趋,脸上又出油, 在我看来,就是人的锁食,所以,没能为申请添专家的啊,却堆积成了粘质重灼的湿气,透到皮肤上以求排泄的现象,某一天,我开始意识到种种不良的生活习惯,等于给自己八本,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够去保温杯和热水壶,将自己时常留口热水喝, 这么做的另外一个好处,就是能够做到小口慢饮,不多喝,结合就行,还有就是尽可能的不去碰门饮和熟糕,对于煎烤烹炸,也是解馋就好,潜尝折止,在这件事里,按时规律作息的功劳同样不可小觑,这样不仅能让身体顺应天使完成自我修复,还省掉了很多没必要的熬夜和夜宵, 刚开始的时候必然会纠结挣扎痛苦,但当自己饮食起居的种种弊端被拍证之后,感受那种轻盈,清爽,元气十足,头脑清醒的状态时,你应该也会觉得,那两口饮料,那一顿香叶又算得上什么,当然,纠正习惯只是最低处的工作,我当时除了皮肤出油亮大之外,常常是预不振,腹胀,没精神, 嘴里精巧质的发眠,拉肚子,舌胎胆,舌体胖,脚发凉,属于寒食困体的情况,所以调养的方案,有如下的一些可供选择,侧板夜宵水洗脸,本草重圆对侧博业的记载为轻生意气,令人耐寒数,去诗币,成绩,得太阳之标,少阴之本,而博弈起阳气,其中的诗币,在素文币论中解释威师, 去诗币百页30克,放入地深左右的水中煮沸30分钟,再与适量的水堆在一起洗脸,但总得原则是误用冷水,一周洗二到三次,可谈多,如果你有化妆之类的顾虑,晚上睡前洗是很合适的选择,用酵素足切做贴膚,用加油发酵浆粉活埃草的酵素足切做贴膚, 却是散含,疏通经络,促进循环,本来是为了调理自己的含湿体质,皮肤不油了是意外收获,心想一下,是情理之中,皮肤油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体质问题,适当运动,导致皮肤出油的是斜性质重贼,棉质,急性属因, 它的克星当然就是具有温序,有动作用的阳性物质了,夏季自然介终阳气旺盛,趁着这个时候趋势除油效果最好不过,在阳光不强烈,气温合适的时候跑跑跳跳,或者慢悠悠的散散步,打打八段紧也好,唤醒身体里被施血混住的阳气,将阳气激发继续的运作,只要你能耐心而温和的坚持下来, 小小事鞋根本不算恶事,服于有因,流水不服,正是这个道理,结语,解决大部分的皮肤出油温齐,真的没有那么复杂,也没那么多要摇摆不定的因素,将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节有适,将自己的内心平和安宁,继续充盈,经骆顺达,骨骚调和,六腹抗胎,从内到外,又怎会和粘质重贼纠缠不清,逼着同事, 养生行业多年,发现很多朋友把养生理解成一味的骨,没有意识到牌的重要性,不知道养生当先趋势在哪,其实,现代人大都营养过剩,更需要的是牌法,而非服法,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湿气重引发B亚健康问题, 关注我后在右上角发私信给我,给你测试自己湿气和趋势的有效方法,教你了解自己的体质,用适和自己的方法趋势养生,另外送九种体质的调理手册一份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